在近期紛亂的政局中 一直沒有明確表態的沙拉越政黨聯盟 今天終於一致表明 沙盟將會繼續支持 由首相丹斯林慕尤丁所領導的國盟政府 沙盟主席拿督阿邦佐哈里還抨擊 在疫情水深火熱之際 還將國人捲入拉垮政府的權力鬥爭 只會造成人民焦慮不安 阿邦佐哈里在沙盟發出的文告中 開宗民意強調 他們將遵從國家元首預旨 在下個月召開國會進行信任表決之前 贊同由當今政府領導國家 他表示所有沙盟國會議員 今天下午在古境開會之後 都異口同聲表達對慕尤丁的支持 同時讚揚首相選擇面對信任動議 不單符合憲法 更是明智而勇敢的決定 沙盟也指出 他們的執政重心 將放在協助民眾度過疫情難關 促請各方停止權鬥 無論支持或反對慕尤丁 都應該留到國會才見真章 有這麼差 貴重敬 貴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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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貴重